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庭条件走到一起 也很难救出不业 余生很贵 不如把世界留给相处舒服 频率一致的人 一顿感情值不值得伪戏 往往看这三年就知道 一 合不合适 吃顿饭就知道了 曾经看过一个女生的求助帖 姑娘帖子里说 她男朋友哪里都好 就是两人吃不到一起去 问她吃什么 她说随便 我说吃火锅吧 她说全身都是味儿 我说吃日料吧 她说生事太多 她吃不惯 我说去吃川菜吧 她说太辣怕长痘痘 我说吃西餐吧 她终于说好 结果到了以后 不吃牛排 不吃饮面 不吃披萨 不吃甜点 不吃小食 这样的感情实在太累了 一段感情值不值得伪戏 往往从吃饭就能知晓 哪怕是综艺节目 也能从那张小小的饭桌上 愧得两个人是否合适 在节目中的初次见面上 锦晨认真地点了好几道菜 张继歌却只点了一盘沙拉 气氛变得有点尴尬 锦晨说 早知道你吃这么点 我就不点那么多了 后来两人一同吃了好几顿饭 锦晨每次都专心享受着美食的快乐 张继歌却只想火醋吃完 赶快出发 甚至吃饭途中 张继歌一度还玩起了手机 在抉择日前夜的晚餐上 锦晨细细品味着菜药 张继歌却三口两口就吃完了一盘意面 随后坦言自己觉得每天最没有意思的事就是吃饭 精神愣了一下 我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吃饭 两个人性格喜好的茶具在餐桌上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 其实饭桌上的烟火器是维系感情热度的最佳助燃剂 幸福的爱情就藏在冒之热气的炉灶里 一碗一块的拿放里 酒水汤羹的品尝里 《四重奏》里有句台词说 人们总是对喜欢的人不说我喜欢你 却说我想你 对想见的人不说我想你 却说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那些能吃到一起的感情 要么三观一致 要么有着很多的理解和爱意 人生最简单的幸福 无非是遇见一个 能陪你把柴米油盐过得热气腾腾的人 二 好的婚姻 一定要看看对方的家庭 朋友子涵和男友 从相识到恋爱紧拥了一周 从恋爱到婚姻 也不过半年 身边人都认为他们太过急促 可子涵却说 我可是经过慎重考量的 原来子涵和男友确定关系后 常常去男方家吃饭 子涵发现 每次饭桌上 总少不了男友妈妈爱吃的番茄炒蛋和酱排骨 一家人在饭桌上也是极乐融融 偶尔聊到意见相左的话题 男友爸爸到最后也是笑呵呵地认错 饭后 男友妈妈让男友去洗碗 男友开玩笑地说 你最后一个吃碗 应该你去洗 谁知男友妈妈却不以为意道 你不洗就放在那儿吧 我老公会洗的 才不会让我洗 细微之节 尽是甜蜜 子涵从男友爸爸对待妻子的态度里 仿佛看到了自己未来婚姻幸福的模样 正如美国家庭治疗大师萨迪亚所言 一个人的性格 人生三观 思维方式 都渗受其原生家庭的影响 在我们成年后的种种思想和行为里 都可以照进自己和父母一样的面容 一个人的原生家庭就像他的一面镜子 父母恩爱 子女往往有样学样 更懂得如何尊重 善待自己的另一半 而那些从小就生活在暴力 争吵中的孩子 往往极度缺乏安全感 很难从父母身上吸得爱与被爱的力量 所以在结婚前 尽量多看看对方的家庭 看看对方父母的相处模式 和为人处事的态度 这些细节会决定你婚后的幸福 以及你们能不能长久地走下去 三 一生太短 要找个聊带来的伴 电影《完美陌生人》中 有这样一段台词 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爱上他了呢 如果你每天和他说上三十分钟的话 那就是爱上他了 那要是六十分钟呢 那就是爱死他了 所谓喜欢 无非是愿意陪你说很多很多话 认真倾听你的内心 明星高圆圆和赵友廷在大家的印象中 都是温柔 内敛 话不多的人 刚结婚时 就有粉丝操心 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 家里得有多安静啊 令人意外的是 这样安静的两个人碰在一起 居然有说不完的话题 从鸡蛋聊到运动 从拍戏内容聊到养生健康 看似毫无关联的话题 在他们的交谈中都变得幽默有趣 金星曾在一次访谈中 询问赵友廷 你在家和高圆圆的话多吗 赵友廷立马笑着回答 狂说 简单的两个字 透露出了婚姻里最好的状态 聊得来 聊得来的夫妻 家庭总是和睦的 即使偶尔争吵 也很容易沟通化解 聊不来的夫妻 发生矛盾时 说什么都像火烧交友 最终只能用冷战收场 鲁玉说过一段话 在某些婚姻里 你们俩聊天 岂有可能需要加住姐 你们的三观非常有可能不一致 你们很可能无法长久地欣赏彼此 而这些 无论对爱情 对婚姻 都是道道致命的 聊不来的婚姻 无异于对牛谈起 而聊得来的婚姻 一生都像是在谈恋爱 杨教和钱中书一生恩爱 刚恋爱便开始红颜往来 他们有写不完的情书 说不完的情话 杨教回忆起当时 越写越轻 一天一逢 和聊得来的人在一起 你的内心无比治愈 开心有他分享 悲伤有他分担 生活的点滴 都有坦然面对的勇气 每一句话都会变成千丝万缕的谢 让彼此的心更加紧密 余生 找一个聊得来的人 陪你谈天谈地 陪你天马行空 懂你春秋冷暖 知你岁月轻松 作家苏晨说 真正好的感情 就是不费力 不需要刻意讨好 努力经营 两个人只是顺其自然地束缚 真正适合的人 不需要你拼命追赶 不需要你勉强兼就 他会向着你的方向走来 紧紧握住你的手 陪你看遍美景 陪你走出低谷 人生不长 不必为难自己 找个三观相合 相处舒服的人 互足心事 共享人生 愿你和投眼的人吃饭 和懂你的人相伴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 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眼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 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 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